我現在是體育老師 那我就覺得 不是主流運動 那就推廣出去啊 因為它有很多 很棒的教育意義嘛 看我一下 因為我前陣子都開刀 這個運動 就籃框很高 比較有挑戰性 然後又可以360度投籃 還覺得蠻有趣的這樣 我是國際核球裁判 黃丹玲 運動 農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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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 继续,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来到温 Lin. 我认为他们需要做些东西,对吗? 他们必须找一些设计,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脱出这场球。 这里打温 Lin她第一个打中的打中。 其实是因为国二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契机选到青年代表队的国手。 然后,就才跟我父母说, 我想要用核球去真神推上中立高中这样子。 是那个时候才下定决心要一路打核球。 我觉得还是高三的中正杯。 我们那一年的同学其实都, 从不同的地方来。 高一高二的时候感情都还没有那么好。 然后高三的时候,我们在冠军赛的时候, 9秒被绝杀,全队抱在一起哭。 然后那年因为赛事的关系, 我们冠军赛被绝杀,结果我们是第三名。 所以选国手的人数就变少了。 所以最后就是, 大家全部住在我家, 那天晚上住在我家, 然后全部抱在一起哭。 然后最后感情就变好了。 我到现在就是学生问我, 我还是会讲这场比赛。 三年后我们出去英国比赛, 然后有别队的球探去问了我另外两个队友。 然后我的教练就鼓励我说, 你不是一直也很想出去吗? 别人没有来问你, 那你可以主动出击啊。 然后我就觉得, 反正这是一个梦想没有完成嘛。 那大表失败就还是一样嘛。 那为什么不做做看? 那我就真的剪辑影片, 然后给那时候荷兰比较缺女生的职业队。 我觉得在荷兰的荷球文化, 第一个当然是, 它已经基本上快要是荷兰的, 除了足球以外, 就是很多人参与了运动。 所以你去比赛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那个赛会的热情。 对, 只是台湾比较没有运动文化, 就是礼拜六大家都是要去看比赛。 不管主场还是客场, 大家都会一起去看比赛。 就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华人的球队文化跟, 国外的球队文化很不一样。 因为, 跟教练之间的沟通是, 你可以非常的直接。 有可能是荷兰人个性本来就很直接。 那我个性本来也还蛮直接。 所以沟通起来就觉得, 可以很顺利的去告诉他我的想法。 他会直接回答他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一样。 那在台湾的话, 可能要一直打到社会主义上, 才有这个样子。 可是, 我观察他们连青年队都是这样子跟教练沟通的。 所以就是, 这个文化不太一样。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实力说话啊。 就是, 你打得好, 就融入他们啊。 你打不好, 渐渐的他们就觉得, 哦, 就是, 不会没办法融入啊。 就要学会自己煮饭。 对, 就是要去超市, 买东西煮饭, 吃吐司, 火腿。 就基本上不太能在外面吃饭。 外面吃饭, 就是比安卡妈妈带我出去吃饭。 我今天带你去吃餐厅, 然后就是全家还有阿公阿嬷, 然后弟弟妹妹爸爸, 然后全家一起去吃饭。 就全部都用在买菜吃饭, 跟交通费。 对, 因为坐火车, 坐公车其实还蛮贵的。 那时候让我很温暖印象深刻的是, 我去当特殊队的, 就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队伍的教练。 一年前我要回去是荷兰, 他们都还记得我。 可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人, 但他们都还记得你。 所以这件事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特别特别的感谢就是, 我荷兰的三位妈妈。 我荷兰从小到小有三位妈妈。 从当中华队时期的时候, 有一位荷兰友人叫Abdina, 她一直都帮助着中华队, 各个年段的中华队。 再来是就是球队的经理。 然后最后一位是Bianca, 她是我在那边生活起居都是有她照顾, 我有一次发烧我一个人在荷兰发高烧, 然后烧了一整天, 然后我都不敢跟别人说。 然后她发现为什么那天我没有去她家吃饭, 她就从来我家发现我很发烧, 她就开始帮我煮饭。 所以后来就是每周她就归定我一定要去她家吃饭两次, 就是必须得给她看到这样子。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她。 那时候是2017年的世界运动会的选拔赛。 就是再一个月就要去波兰比赛。 然后那场比赛是选国手的比赛。 然后当天就是膝盖大扭。 前十次在那一段了, 两片半月板破了。 好,非常非常地低潮。 看我一下, 因为我前身只要开刀。 因为三个月前要开刀。 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大概在2013年吧, 2012年、2013年, 国际总会就一直问我要不要当国际裁判。 然后中华民国合成协会也一直推荐我说, 他们觉得是合适的下一任国际裁判人选。 可是因为我还有中华队的身份。 所以我其实从2012左右就一直在挣扎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运动员就是, 当然是希望延长自己当国手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选拔的时候, 老师问我说你要当裁判, 你要当国际裁判, 还是你要准备选国手。 因为他们不会跟我说, 你一定会选到嘛, 不可能在选拔之前告诉你一定会选到。 所以就是, 其实已经在这个历程里面四五年了。 然后2017年是世界运动会。 我其实在前面都还没有吹过很大的锦标赛。 可是我收到正式邀请函。 然后那一年我想说, 可是我就跟国际总会说, 我要选拔了。 我剩一个月, 我就知道我是中华代表队。 我拒绝他们了。 然后我受伤了。 然后我受伤之后, 他们知道我没有选上。 马上会再寄一个邀请函。 因为是破天荒的。 就是他们说, 因为世界运动总会就是说, 要提早交那个名单。 所以他们不会再问我一次。 他们知道我受伤就选到的时候, 离比赛剩一个月。 他们又再寄一个邀请函给我, 问我要不要去。 可是我不能去。 所以一开始就是我的恩师建志老师。 他就是很有名的国际裁判。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就要求我们,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都要轮流当裁判。 那时候对裁判很有兴趣。 所以一面大学就是考, 就是台湾的西级裁判嘛。 然后就, 人生的第一次赛会, 就吹得很糟。 然后被罢塞。 就是有不好的经验。 但是, 就觉得, 那我一定要做好做给你看。 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 所以我就, 可能会开始念英文规则啊。 然后, 会去研究判例。 然后后来就是, 走在这条路上觉得, 好像开始受到肯定。 结果越来越有信心, 就持续下去这样。 好啦,现在要注意喔。 很好喔,很好很好。 可以继续,很好。 然后, 应该是两三年前大专杯冠军。 就是国北跟师大他们要征冠。 然后一个在连霸中, 一个要破连霸。 所以它是一个张力很强的比赛。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吹大专, 大专杯的冠军赛。 压力非常的大。 比赛中有非常多质疑你的声音。 比赛后也有。 对, 然后到现在都还是会去, 思考那时候我到底, 有做错了什么或是做对了什么。 让那个比赛变得, 比较不好的管理。 因为其实当裁判最重要的是, 管理一场比赛。 而不是把每一个判决都吹出来。 因为我觉得, 裁判最重要的是去阅读这场比赛。 然后去协助这场比赛顺利的进行。 所以我会一直有时候回头去思考, 那场比赛我到底是多做了什么, 还是少做了什么, 没有管理考验。 一直回去看那场比赛。 跟前辈讨论, 跟老师讨论, 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更好。 我甚至把影片寄去给国外的裁判长, 然后问他说, 可不可以帮我看。 那我国外的好几个裁判前辈跟裁判长都愿意帮我看比赛。 所以其实那场比赛之后, 我觉得自己在管理上面其实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国际比赛的话有一场, 可是那时候就是我脚的状况还没有很好的时候, 我刚开完刀不到一年, 我就接到那个邀请函。 然后去的时候跑步人家都还会怀疑我说, 你真的跑得起来吗? 因为跑步看起来就还是有一点一百一百的, 他们觉得我跑步姿势很奇怪, 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我到底可不可以吹好。 然后但是他们就给我第一场开幕战, 然后是地主国, 匈牙利, 匈牙利对应该是德国吧? 然后就是第一场开幕战, 然后他们觉得, 就想看我, 全部人在等着看我好戏。 所有的裁判都坐在观众席, 然后每个都这样插头, 然后这样子看着我, 每一个人。 然后最后抽完的时候, 有很多裁判跑下来跟我握手, 因为它等于是我第一次正式国际赛出道, 然后很多裁判下来跟我说, 你可以耶, 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被他们检阅了, 那这个是对我来说是, 蛮给我信心的一场印象。 好的印象的话还是荷兰啦, 只是那是一个我很想去那边居住的地方, 因为就是空气真的很舒服啊, 然后对脚踏车也是规划, 然后脚踏车路线的规划非常的友善, 可能还是印度吧, 因为我就真的很会拉肚子啊, 因为咖喱很多又很辣。 所以期待的每一天都在拉肚子吗? 对,我到回来还拉肚子三天。 我们之前上上市安排就是, 什么时候往上换的? 呃,严重自由球。 自由球跟罚球才会上架换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是不含哨的比赛。 就是裁判基本上, 籃球裁判基本上在比赛的时候, 嘴巴都一直在哨子里面, 除非吹哨以后拿下来说话, 我们没有, 我们都是拿在手上。 所以我们要一直沟通, 我们要一直跟球员说话, 嘴好球可以, 继续不行, 因为我们有个特殊的规则叫做, 就是carry off, 就是继续比赛。 所以你必须要让选手知道, 你是不是要继续比赛。 所以你必须要说出来。 对, 那跟是利益原则有关。 其实还是看球员, 但是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你催判的态力。 如果你很强烈, 很容易引擎争执, 那球员就会很强烈。 可是伸手不打少年人, 所以裁判其实保持笑容很重要。 然后让球员觉得, OK, 下一球再努力。 但是如果你很强烈, 不行, 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球员的反应会很激烈, 那比赛很容易会变得蛮可怕。 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在去当国际裁判之前, 人家都说我执法的时候很难清静, 很凶。 然后就是很严格, 很像警察吧, 哦,有错误抓, 哦,有错误抓。 可是其实那个比赛气氛会很糟。 然后我第一次催国际赛的时候, 因为我国际裁判的第一个老师, 就是他叫George, 他跟我说, 当你一直都很生气的时候, 你就不能更生气, 那你的管理会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你要用就是, 平易技能的态度。 然后当裁判必须要非常的低调, 等到深圳有需要的时候, 你出来才会有效果。 然后从他之后, 我的吹办风格就开始在改变。 对, 所以起冲突就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不懂事, 所以起冲突这样。 我现在是体育老师嘛, 那我就觉得, 不是主流运动那就推广出去啊, 因为他有很多很棒的教育毅力嘛, 像是他没有一定的身高优势, 因为我们有个防守位置的规则。 再来, 最显而易见就是, 他不能运球, 所以每一个得分都来自一个助攻。 那我觉得这是其他运动没有的特性。 再来, 最大的特色当然就是男女混合上场。 所以男生女生同时必须, 站在竞技场上的时候, 你必须非常理解, 男生女生不同的特性, 优点, 优势跟劣势, 你才能去打一场好球。 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教育毅力, 那不主流就我们尽力推广出去啊。 每一次人家问我说, 河球为什么有序, 我都会说, 因为每一个得分都跟一个助攻有关。 我们常常看篮球就, 啊那个很帅的助攻, Steve Nash, 然后怎么要传一个助攻, 然后那球全场会欢呼。 就是很漂亮的助攻全场会欢呼。 可是河球的每一个得分都是很漂亮的助攻。 最大的差别一定是, 我们有男生女生同时上场嘛。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是360度都可以投篮的, 篮球是180度。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格, 就是防守位置的规则。 基本上就是, 你防守成功的时候投篮, 是防守队德拿到球权。 那篮球没这件事, 你手的再成功, 你比较矮, 你就是会被灌篮嘛。 对啊, 可是河球不可以灌篮。 第一个, 他篮框在设计高到无法灌篮。 第二个, 当我打到防守位置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比我高, 你就灌篮。 那这件事其实在, 相对在消除升高限制。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不能运球。 所以永远不可能单打独斗。 而且单打独斗, 有被写在河球格子里面, 单打独斗是犯规的。 而且这几个重大的差异。 打河球跟篮球, 谁的命中就更好。 我自己打河球跟打篮球的时候, 我投河球比较准。 不过你运作打河球的人, 去打篮球的话, 命中率都很高, 而且因为他们都不运球, 所以会被电篮球的人。 这样子会不会引起奔赠。 不会啊,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吗? 我们很喜欢投三分线, 而且很喜欢投大号三分钟。 因为他们投不到。 对, 而且这样也不要跑进去人几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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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得偿。